我來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iPhone 5s的幾個特色 那首先大家最care就是它上面多了一個Touch ID的 指紋的功能 那我只要 只要在上面 做一下它其實就是可以登錄了這樣子 那它這個功能其實是在 在設定裡頭可以把它找出來 密碼和指紋 那你輸入密碼指紋的時候你當然是要先輸入你的密碼啦 好進去之後你這邊就有個指紋有個指紋的選項 然後它下面就是有5隻手指這樣子 它最多可以登錄5個指紋 那 你這邊看沒辦法去自訂它上面的 名字但是你可以放之後它會告訴你 它會暗示你這是哪一個指紋這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做登錄 那如果你想要新增指紋就要先閃掉才能再存別的指紋 好 那 這就是 通常大家會覺得要按很久 但是其實按很久它會進入 Siri的模式 所以呢 其實 我們只要 輕輕的按一下 它就會直接進來 我覺得這個是 比想像中還方便很多的一個功能 當然買App的時候也是可以用指紋來買 那大家會想說會怕說 你的指紋 會被Apple給 拿去幹嘛之類的 那其實它的指紋只能在 iPhone 5S 它只會存在 這支手機上面 所以它不會回存到 伺服器 所以不需要害怕 好那除了 Touch ID的指紋辨識功能之外 就是在它的 相機其實是有進化的 然後它這邊有多了一個 多了兩個 不同色溫的一個LED不光燈 所以它可以做出 非常多種的 光源 跟色溫的變化 那我更喜歡的是它 它的錄影功能 它的錄影功能它除了 它除了拍照之外 它其實還有錄影跟慢動作 我才會拉近給大家看一下 對它這邊有 錄影 還有慢動作 慢動作就會用120fps來進行錄影 那 其實我這邊剛剛已經有錄過幾支 我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它這邊上面是我完整錄的影片 然後下面這個是我選擇 我要選擇 用120fps呈現慢動作的畫面 好那就撥給大家看它的效果 是不是超讚的 是不是超讚的 所以你可以繼續調說我要 我要呈現 的 呈現慢動作的 比例然後 然後我傳好之後呢我可以 上傳 我可以傳到這些地方 就是 YouTube啊 什麼的 你可以看到 因為它這次 很快在大陸發 所以它有加入 兔豆王跟優酷 這算是 比較少見的 很快就支援了 所以你還可以傳到 Facebook 之類的 好 那如果你 這支 這支慢動作影片呢 你直接就傳到 電腦上的話 它其實看起來還是一般的影片 它不會幫你 轉成慢動作影片 所以這可能是 要特別注意的 那 我個人我就是直接傳 Facebook上 直接傳 Facebook或是YouTube上去 它就會 幫你撿好 慢動作的畫面的 那一個 好 那除此之外 其實它 它就跟 iPhone5 是很像 就是 尤其這支白色它的 配色這些功能都一樣 那像 你買 太空灰的顏色 它後面其實是 是比較銀色 是跟 之前的黑色不一樣 那當然它還多了一個 金色的功能 但是槽太高 所以 我們這支是 不太可能去買的 好那這就是 iPhone5s新功能的簡單介紹 好 好 感谢观看